找到一个问题 我刚刚把我们的LOLA的Gateway 这个下载到这边 很快的我稍微跟你讲一下 我怎么去取得这个LOLAGateway 很简单 就是在这边打下 RFLAB就可以找到这个container 然后下载之后 执行就是现在你看到这个 好 那我现在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想跟你请教一下 怎么设定它的device 因为LOLA你也知道 我们是用USB的device 接在这个设备上 然后即使设定好这个的部分的话 也没办法取得那个设备的情况 那我讲的是在container station 我等一下后面那段 后面有一点不同的故事 大家一起看 那我们等它启动一下 好 反正它都在跑 我先给你看一下 我用SSH连到这个设备 是看得到这个USB的设备了 先给你看一下 那如果说我只是很单纯的 透过那个TTY的部分的话呢 对不起 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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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ing TTY Am необход 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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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打开好了 那么同样的问题 我在这边TTY的话 第一是看不到的 第二呢 我在这边写了一个LOLA的Gateway的程式 你可以先执行看看 然后前面的部分就是APA器重新启动了 然后再来就是MySQL的重新启动 接下来他就会去抓那个USB转TTL的那些设备 就是USB COMPO的设备 来等一下吧 稍微跟你讲一下 目前看起来那个APA器跟MySQL是有起来的 我们看一下 这是PAS的部分 所以我把它的部分 77的部分 所以你就会看到 稍等一下 好 好 OK 那先从这边来好了 COMPOP这边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个 web server是有起来的 这个web server 这个web的部分有起来 但是如果说我要去抓那个USB的部分的话 这边是没有 没有 就是 this device has zero serial device 他找不到任何的 device的部分 所以请你帮我看一下 或者说帮我指导一下 问一下工程师说我要怎么去设定 才可以把这一个设备指导 container 好 那我现在用另外一个方法 demo给你看一下 这件事比较有趣的就是 如果 另外一个 第二个方法就是 如果我刚刚用SSH 去连到这个 我手上这个NAS的部分 然后它本身也有USB转 TTYUSB0的话 那如果说我在这边直接执行一下 那个 同样的 同样的一个container的话 好 我把它执行一下 这边我打好 我稍微把它拉长一点 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打什么 我先把POP 我摆成82 然后3006是买SQL的 那这个设备就是 我希望的 可以指导 container的这个设备 然后这是 这是那个 那个container的部分 那我也希望它一起来的时候 可以执行一下 跟Move的这个指令 如果说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container的部分的话 如果我是直接用 SSH用指令的方法来执行的话 还蛮顺利的 你可以看一下 也是一样就启动了 然后 Apache重新启动 MySQL就启动了 所以你就看到 我目前为止就可以抓到资料 然后并且也可以看得到像刚刚讲的 目前为止这个机器上面有一个 Seal Device的部分 然后名称叫这个 然后所以它就可以透过它去抽过 去取得那个 LOLA的资料 所以这些资料 真的是LOLA传过来的 然后它也可以 丢到MQTT这边了 就是MQTT的 Server上 好 那我们在同样的 同样的部分 那么我在执行 试试给你看 如果我用这样的方法 连到 这一个 NAS上面的话就可以了 刚刚我执的是82 所以我连到82这边 好 我们稍等一下 好 那你现在都看到像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真正的 从那边抓过来的 你可以看一下秒数 它每两秒会更新一下 所以你看到59 59秒 52分59秒 好 就是03分05秒 所抓到的资料 好 那么 我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怎么样把 怎么样设定可以把 在这边要怎么样设定 才可以把 我要的 这个 这一个 USB的设备 直到 container 好 谢谢咯